昨天,一位美国CNN的评论员,因为说了得罪以色列的话,被直接开除了。 根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主流媒体CNN,昨天解雇了一名评论员,原因是这位评论员在联合国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上,发表了一番指控以色列的言论。 据悉,这位名叫希尔·马克勒蒙特,听到美国黑人学者和CNN政治评论员在讲话中说, 我们不仅只是嘴上对巴勒斯坦表示支持,还应该在政治领域、草根领域、以及本土和国际维度上都采取行动, 是为巴勒斯坦生长正义,让这个国家重新获得了从河流到海洋的自由。 然而,他的这番讲话,却被一个名为反北方联盟的国际犹太人组织认定是要毁灭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言论。 该组织宣称,希尔在讲话中所使用的《从河流到海洋》的这一修辞, 是一支仇示以色列的哈马斯等组织在描述毁灭以色列是常用的修辞。 任何呼吁让巴勒斯坦获得从河流到海洋的自由的言论,都是在鼓动毁灭以色列。 另外,该犹太人组织还表示联合国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祭日,本身就是一个宣扬分裂和仇恨的活动。 但希尔澄清说,他根本没有任何要毁灭以色列,或是反犹太人或是杀犹太人的意思。 他这一生也都在反对这样的行为,他说自己只是在表达对一个自由自觉的巴勒斯坦的支持, 可这些编写并不能阻止他被CNN解约的命运。 而且CNN自己撰写的关于此事的报道,还宣称希尔已经不是一次引起争议了。 并把光说,他在2016年,时还曾与一名反犹,跟美国一伏来宗教组织的领袖和过影。 对此,希尔则表示他去与那个人在反犹和同性恋的问题上,进行了一些深入的交流,但自己并不认同那个人的观点。 他也表示自己不该因为和谁谈话,就被打上什么样的标签。 最后,刚之隔发现目前西方媒体对于这位CNN的媒体评论员的遭遇反应平淡。 美联社、华盛顿流报等主流媒体虽然都报道了此事,内容大多只是简报,并没有对CNN的谴责, 或是附加的种种分析,以策略如何干涉或渗透美国政治的言论。 同时,这也与此前CNN记者,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改出白宫,或是美国华盛顿流报的记者, 在沙特被杀后美国媒体圈表现出的强烈情绪和谴责形成了明显反差。 另外,西方媒体驻华记者,圈里,也几乎不见有人探讨此事。 从他们的个人账号来看,他们更关心的还是如何继续编造中国渗透和干涉美国的文章, 以及继续支持分裂中国的各种势力。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